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州族的祭典 玛雅斯米 其实过程非常的庄重 而且很严肃 是州族人很重要的一个祭仪 而这个祭典其实是为了迎接战神 来到族人当中来祈求战神的保佑 不过再过一个礼拜 就是2月23号 其实特富野部落的玛雅斯米也要举行 其实这两个州族的大社 达邦跟特富野 以往是两年一次轮半玛雅斯米 但是今年非常的特别 这两个部落会在同一个月份来举办 是百年来的第一次 在达邦部落领导人以及长老的带领之下 每个参与祭典的男子都要将身上的佩刀 沾上猪血一起大声呼啸 通知战神达邦部落的玛雅斯米仪式已经开始 呼啸后众人将猪血擦在神树的树干 树叶上以奉天神再由领导人指派树名勇士爬上神树 将神树的枝叶砍除 成为天神降临的梯子 等到神树的枝叶砍除后吟唱吟神曲迎接战神来到族人当中 并祈求战神保佑 Masivi的过程庄重严肃 也是周族人重要的仪式 今年因为库巴男子集会所屋顶漏水修建 经长老会议决定在二月份举行 而相隔一个礼拜二月二十三日也即将是特赴野部落的Masivi 以往两个部落是以两年一次轮办方式举行 不过两个部落同时在同一个月份举办Masivi 还是百年来的头一次 都一定为了省建所以今天办这个战绩 并且是我们办战绩一定是要这个时候不能寻别的时间 我们拿的材料是大部分都是在11月份以后到1月份 这一段的材料是最刚最适合用 所以说我们要用这个材料一定是在1月份到2月份 所以那个决定是在2月15 8月15那时候是大家长老们讨论以后 说可以就这样子 为了积极传承文化给年轻一辈的族人 这几年经过长老开会讨论后 决定每年特赴野以及达邦两社各自举办 而相信的举办时间还是会依照当年部落长老会议后决定 接着达邦跟特夫也在举行Masivi时 来自高雄桃园区的沙拉鲁瓦的族人 也都会带领他们部落的族人到现场观摩 但其实沙拉鲁瓦族长期都被视为州族 但是这个民族有自己的部落文化 也在去年底向新政圆明会提出证明的诉求 希望能在今年通过审查 周族人手牵着手围着音火吟唱Masivi战绩的既歌 仔细看有不少身着不同款式的服饰 包括头饰颜色都不同 这是来自高雄桃园区的沙拉鲁瓦族人 沙拉鲁瓦族人在大邦与特夫也举行Masivi时 都会带领族人一起北上观摩 而前桃园区长表示 今年是头一次带这么多的族人北上观摩 参加观摩的有将近40位 我们最主要是来了解我们阿里山座的战绩 整个记忆的流程让我们来学习来回顾 不少是阿鲁瓦的年轻人都是第一次拜访 达邦参加Masivi 对亲自参加Masivi的记忆感到非常震撼 长期被视为周族的沙拉鲁瓦族人 其实有自己的部落文化 族人也在去年复行政与民会诉求证明 目前也正着手足群资料的收集 希望能够在今年通过审查 我们希望自己证明我们沙拉鲁瓦的一个族群 至于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在燕美会 已经在审查 在给我们把我们的资料准备要送行政院 等于行政院这部分我们还要邀请我们再上去 把我们沙拉鲁瓦的所有的文化 我们的句语文字语言 要跟他们一页的说明报告 沙拉鲁瓦族人透过每次的观摩和交流 也持续发现与北州的文化差异 成为证明的佐证 更重要的是要让年轻一辈的族人也能参与 接着达尼夫塞嘉义阿里山采访 接下来看一个比较奇异的现象 就是有一颗重达10吨的巨大的陨石 15号在俄罗斯中部地区上空爆炸 而且坠落了 估计有超过3000栋的建筑受损 还有1200多人受伤 而这些人受伤的原因 大部分是因为遭到玻璃的碎片而割伤的 来看这个画面 这一颗重达10公吨以上的陨石 在昨天的上午在俄罗斯中部 这个城市叫做特利亚宾斯克 附近坠落了 一开始它在空中发生剧烈的爆炸 然后燃烧的碎片就砸上了地面 所产生的震破又震碎了当地附近城镇的许多房屋的窗户 所以造成上千人受伤 真的很像灾难电影真实发生了 而且就在陨石坠落地球之后 又有一颗小行星接近地球 而且距离地球只有27000公里 这也是科学家至今所观察到 最靠近地球的一颗小行星 而科学家就评估了 一旦撞上地球 这个爆炸的威力将会是广岛的原子弹爆炸了1000倍 不过科学家早就预测这样的机会是为乎其为 但是这颗10公顿的陨石坠落在俄罗斯 是完全出乎科学家的预料 好 接下来看是春节的假期 整身要几天了 台湾彩券在2月15号就推出春节最后一次的大乐透 投奖加码1亿元的活动 估计光是这一期的投奖的总金额 就可以突破3.5亿元 在各地区的彩券都狂销热卖 而在新北市的树林就一位排湾族的老板 他所经营的彩券的投注站 整天客人真的很多 尤其是当地原住民的族人 投注彩券的人数明显比往年还要多 门外贴着讨吉利重大奖 店内墙上也写着乐透人生 美梦成真 在新北市树林区这一家由排湾族老板 所经营的彩券投注站 尽管天气冷收收 还是挡不住许多民众的发财梦 投注站表示 过年期间每天过了中午就涌入许多民众 就是要拼经济试一下手气 大热透在2月15日大年初六 进行最后一波春节加码 加码1亿元之后的彩金 上看投奖可以超过新台币3.5亿元 加上刮刮乐也加开100组百万大奖 许多民众就赶紧来到投注站 买刮刮乐卡片 拿出铜板 希望可以刮出全新的富贵人生 民众表示自己都有一套加持幸运指数的方法 我是把红包放窗口 把红包放窗口 窗口 窗口 窗口也有 这几天有没有中奖 有啊 刮刮乐 中1000还有刚刚有中500 过年这几天人潮汹涌 甚至有民众不惜下重本 一张要价2000元的大红包 刮刮乐卡片 一口气就刮了80张 想要中大奖的决心可见一斑 彩券行销售员说 投注彩券的原住民族人 也明显比往年还要多 台湾彩券在面额跟游戏方法五花八门 春节期间每一种彩券游戏 都有很多人捧场 投注站经常忙不过来 很多都买啊 就大面额的比较多人买 那如果说是彩券的部分的话 是大家都投注要多人买还是说 都有 我们这边都有 对 几乎都有 都会买 有业民众拿了一张 花费300元所购买的名称 叫做红包一把发的刮刮乐卡片 一刮就中了超过一万元现金的奖金 笑得合不拢嘴 他表示他本身买的不多 没想到一刮就中 中奖几率比他想象中还要高 民众说前几天他的小孩才刚刚出生 应该是新生命的诞生 带给他好运气 总共今天中多少 一万零五百 我小孩子生了就幸运了 真的啊 对 你小孩子生了 前几天 哦 对 只带财 除了头奖本身上看3.5亿元之外 之前台湾彩券在春节除夕 初一 初二所加码的300组百万红包组号 民众手上的大乐透彩券 只要跟任何一组六个号码都对中 就可以得到一百万元的奖金 目前只有263组有人中奖 剩下37组将会继续开奖 如果15日晚上还没有中奖的奖号 22日会继续再开 到全部百万红包都有中奖人为止 记者Gunar Live 新北市树林参考部落 好 年假其实正要这几天了 已经有很多的业者已经陆续开工了 但是部落虽然还有很热闹的气氛 但是有许多要从部落要返回 都市工作族人还是舍不得离开 不过在这边要提醒准备售假族人朋友 要调整好礼商的情绪 因为要适应接下来忙碌的工作了 大年初六许多部落里还是相当热闹 有过年温馨的气息 但是也有许多店家业者及员工 已经收假离开家乡回到工作岗位 一位前一晚开车花六个多小时 远从高雄赶回北部开工的族人 一早开始忙搬货的工作 精神与情绪上还无法马上适应 心情如何 家里最重要的心情 应该我还没收心 我的心情还在高雄 毕竟我要开工 所以我只能跟他们说 他们玩得开心一点 应该大概再过两三天吧 也是远从屏东赶在初六 北上开工的族人 无法继续参与部落的活动 及朋友的婚礼 连亲朋好友给的山产 都还来不及打包 就得赶车北上营业店面 直到要回来的时候 哇 真的是那个心情 万般都不舍 只想就留在那边 怎么来到台北的都不知道呢 好像闭着眼睛开到台北来啊 还有太多人送回一些山厂 对不起 我还放在冰箱啊 我没有来不及拿 就回来了 到现在还想回去啊 因为还有朋友今天还在结婚 真的哦 对 所以还想回去 就把小孩家人留在那里参加 虽然经营运动药品店 不用耗费太多劳力 但与旅北工作族人 同样无法适应的 就是城乡生活的节奏有落差 来到台北争取工作机会 养家活口 离乡返回工作岗位 难免感受春节假期特别短 就必须强迫自己提早做收心钞 短时间内赶紧适应工作节奏 记者阿布斯巴扎 台北市新北市采访报道 好 虽然现在还是年假 不过有一个人很忙 他就是即将上任的行政院长张英华 他并没有休息 昨天上午 他就邀请未来的新内阁的财经首长 来讨论未来权力拼经济的一个方向 好 会议中呢 他们讨论到是否将金融业 以及服务业 都纳入自由经济示范区的推动方案 不过内定的经济会的主委冠中民是表示 目前还没有定案 而新内阁将在下周一就会就职后 预定下周六 也就是23号会举行内阁首长座谈会 要来应议的就是在26号 就要开议的立法院新会期 尤其是经济自由示范区的推动方案 相应化是才是 要尽快用最短的时间定案 全力拼经济 好 来看到来自部罗的消息 为了要传承布农族的部落的传统的 杀出分食文化 花连县的佐西乡中心部落青少年 每年都会在年节的时候来集资买猪 来学习这样的分食文化 而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年了 看到部落青少年有心来学习字典文化 其实部罗长者是感到非常卧行 部落的青少年们一早 大家将集资买回来的猪汁分工合作 进入资商 公安负责将猪肉以及骨头分离 有人则是切断了猪骨 猪肉平均分给集资参与的青少年们 中心部落青少年集资买猪 学习部落杀猪的技术以及分食文化 已经迈入了第四年 这一天大家聚在一起除了享用美食之外 也分享各自一年来在外的工作经验 彼此学习 因为现在是3C的时代 所以我们都在电了 很少接触到传承的活动 所以我觉得办这个活动的人 我觉得我会很支持他们这个活动 所以每年他们在办的时候 我都一定会来参加 然后因为我年纪比较小 所以学习了很多 所以我会尽力的 大哥哥叫我们做什么 我就去做 不对他被骂了没有关系 再继续学习 那在部落我们这个叫做海贵 海贵的意思就是 合资去买猪肉 然后买猪肉之后 大家就一起集资 然后杀猪吃猪肉 那最主要的目的是 学习我们布农族的杀猪的文化 不要让它遗失 杀猪分食是布农族人文化中重要的一环 聚凡婚礼回礼各种宴席都必须要杀猪 分食分享更是重要 部落的青少年们有心学习部落的文化 看在部落长者的眼里是感到非常握心 很多的小朋友都在外头工作 甚至他们在文化的接触是越来越少 所以说非常支持这样的活动 我想有这样的文化能够持续下去 不至于我们的文化会堕落而消失 集资杀猪分食已经迈入了第四年 部落希望这样自发性的活动 同时能够影响临近的部落 共同让更多的青少年们参与文化传承 记者法务花莲卓西采访报道 知名的台东近伦温泉在年假 吸引很多的游客前来泡汤 周边的餐厅的业者就估计了 这营收大约会增加了五成 但是就在旁边的排湾族部落的温泉区 其实也可以泡汤 但是缺少可以游览的观光景点或是活动 当地的原住民的业者就很期盼了 相关的单位能够增加当地的观光价值 九天天节假期进入尾声 不过台东泰玛里乡的金融温泉 依旧新颖满满游客前来享受泡汤了 在这边泡温泉觉得怎么样 还蛮不错的啊 来几天啊 我们来三天 还有去什么地方玩啊 没有都是在这边而已 金融温泉区坐落在排湾族部落 属于碱性碳酸氢钠泉 优质的温泉水 吸引许多人莫名前来 甚至有游客从一月底就已经来 十几天都在泡汤 不过除了泡汤 还有大午山自然生态馆可以参观 其实当地缺少其他附加的观光景点或活动 当地业者相当期盼相关单位 可以增加周边的观光景点 因为很多游客来到这边都失产 只有泡汤温泉 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游玩 所以未来的话 我们是想把这个金融溪流域 北岸这边的公园那边 看看那个工部门这边 可以好好的帮我们去规划 为了我们当地的人潮 原住民的未来 希望说让我们开放五天 然后由我们当地的呼吸眼 去管理这些呼吸 也让我们带动我们当地的那个 将来以后的观光期待 看他们怎么规划 我们来游 有那个哪里可以玩 我们都到哪里来 对 你说不要说一直在这边泡汤 可以到里面走一走 对 时间耗太久了 对 今年春节不仅泡汤业者收入增加 周边餐厅业者表示 生意也增加了五成左右 而业者也期盼结合泡汤人潮 增加森林步道 部落生态导览或速溪等活动 可以让游客有去处 也增加部落的观光价值 记者不如三任 台湾太马里才能到 国片电影海角七号 以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最近几年在香港和澳门 是大受欢迎 也让很多港澳的游客 慕名来台湾旅游 再加上陆委会这几年实施的 露台手续便利措施 让去年来台的港澳旅客 突破了百万人次 甚至比2011年的 81万人次成长了两成以上 而港澳也成为在中国和日本之后 第三个来台游客 突破百万人次的地区 大大的增加了台湾的观光收益 年假发了好几天 与家人团聚 不免会大鱼大肉 而在蓝宇 有很多的民族 在春节期间返乡 就跑遍了各种的聚会 不仅让体重支援上升 也让不少人吃到肠胃不适 因此可以看到在过年期间 卫生所所挂病号的人数 也比平常的还要多 年假即将结束 返台工作的族人 也陆陆续续回到工作岗位上 在年假期间 趁着回乡团圆 居住在来运的民众 也常在这个时间举办婚宴 邀请亲朋好友共襄盛举 不过桌上的佳肴虽然美味 也让民众的体重增加 身材变样 不过也有人恰好相反 享用大鱼大肉之后 体重反倒是瞬间下滑 急速的消减 因为辣肚子的关系 像我们村里有一位先生 就是吃了海鲜 差一点辣到死 当地雅美族的青年说 利用年假回到来运的族人很多 除了举办婚宴之外 还有同学会 家族聚会等等餐序 桌上加油吃多了 肠胃不适的病人也陆续增加 一连九天的年假 返向的族人 有的还没有享受到年假的气氛 就已经往医院报道了 蓝宇乡卫生所表示 这几天因为肚子不舒服 来看着族人 明显比往常增加非常多 过年这段期间 其实肠胃炎的一个趋势 是有明显的升高 那因为 除了这个不只在台湾本岛 在蓝宇也一样 这个诺罗病毒的传染力 造成这个肠胃炎的一个增加 那它透过了 它的传染方式是透过食物 所以可能因为婚宴 或者是说过年围炉 那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个食物的卫生 或者是说一个洗手的一个卫生的注意 那造成这个病毒的一个传染力 也让这个肠胃炎的那个趋势明显增加 意思说民众除了注意饮食卫生习惯之外 尤其有慢性病的病人 仍然需要定期检测自己身体的状况 有高血压者要大家自行测量血压 而有糖尿病的病人 也应该定期监测血糖 如果异常应该立即就医 过年连续假期除了让身心灵冬放假休息之外 身体保健可不能放假 医师常调享受美食应该要兼顾健康 休息不能乱了作息 在欢庆热闹的年节气氛之中 才能平安又幸福健康又快乐 好另外来看来自高手的新闻 高雄市警方在年节的期间就突破破获了一起非法狩猎的案件 起获土造的枪支还有保育类的动物三枪 依违反枪炮跟野生动物保育法将嫌犯一共四人一送侦办 高雄市警局六规分局侦察队以及高雄市行大真四队货报 有人利用春节假期在山区非法狩猎 警方日前在六规隧道口附近听到了疑似打猎的枪声 于是乔装成登山民众入山查庆 在六规区的第55林班地 当场查获了田信夫妻为首的四人狩猎集团 起获了土造枪支三把三级保育动物三枪六支 以及赤面五鼠两支 警方征讯后依据违反枪暴弹药刀借管制条例 以及野生动物保育法将四嫌移送法办 在过年期间又令我们这个警力比较忙的阶段 有上去这对父母还要上去抓又列了六支 列了四三枪 我们也说希望以后这种事不要再发生 六规分局表示在上个月15号 六规警方才破获了猎杀八支三枪的案件 现在又查获了民众猎取三枪以及飞鼠 警方呼吁民众误以身试法非法受敌 记者母丁高雄市六规采访报道 好另外来提供你一个来自气象局的一个消息 就是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 台湾附近的各海面的风浪是明显转大了 而且东部跟蓝雨近海的强阵风可以达到10级 另外要来看的是除了西半部以及外岛的金门 马祖能见度不足在200公尺之外 在山区还有迎风面的宜兰跟新北市的山区 也会受到低云 也就是山蓝的影响而视线不良 所以在这边要提醒用路人行驶 要记得要开大灯之外 在路口及桥梁都要特别的谨慎 而到了星期天 其实各地的天气都会明显转好 周日跟周一各地都有机会出现阳光普照的好天气 今天是开工前最后一个周末 而中央气象局就表示了 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其实全台各地早晚的温度会偏凉 而且日夜温差大 不过白天桃园以南 还是有机会会见到阳光的 所以气象局就表示 是西半部的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地区 以及东半部的云量偏多 偶尔会有短暂雨 北部以及宜兰花莲最高温会大约在19到20度 而且中南部和台东会比较暖和 在大约有25到26度 不过在明天的东北季风就会减弱了 各地都会恢复到多云到晴的天气 好天气会持续到下周一的开工 但是下一波的封面预计又会下周二又会报道了 到时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又会转为有短暂雨的天气 好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其实台湾的北部以及宜兰花莲台东 以及马祖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雨 而其他地区以及澎湖跟金门会有多云到晴的天气 而明天开始东北季风减弱气温回温 台湾各地澎湖跟金门跟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花莲以及台东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雨 而且西半部的地区跟金门跟马祖有局部物 邀请以上的民众要特别注意 要接下来看今天的旅游气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你有相关的新闻题材要提供给袁氏 或者对今天的新闻内有任何的建议 欢迎拨打我们的袁氏客服专线 080021000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晚上晚间新闻再会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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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